台中有一名毒販為了掩人耳目把大量毒品放置在長光顧的檳榔灘旁邊一台廢棄的肉蛋吐司灘車 平時叫藥角毒品自取 在日前刑警持搜索票前往搜索 這檳榔灘老闆娘看到常客才驚覺自己的檳榔灘竟然被當成了毒品交易點 十一號下午兩點多 編衣警察來到檳榔灘 瀟瀟的灘子頓時急慢刑警嚇壞老闆娘 明明自己老老實實做生意 怎麼心境卻拿著搜索票要來找人 直到看到身材壯碩的誠信嫌犯 老闆娘才驚覺這不是她的常客嗎 刑警搜了半天 怎麼樣都找不到髒證物 直到在檳榔灘旁邊的空地發現這個廢棄的肉蛋吐司灘 原來陳姓嫌犯把毒品藏在肉蛋吐司灘的櫃子裡 要求藥角不要碰面 自行取貨 為了要躲避警方查氣 還以買檳榔作為掩護 老闆娘平常好客 常有聚會活動在小攤子舉辦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但對客人背景也沒有多調查 萬萬沒想到常客竟然是毒販 還把他的店當作掩人耳目的地點 警方在攤子查獲八包K他命 十六包毒咖啡包 將誠信嫌犯依法送辦 深壓獲准 還要繼續向上溯源 記者高麗護杰倫 台中報導 至少議題 至少